东运纳这次亚运会还是中国田径项目的三场记者,每一项必玩东运纳,都会采访中国田径运动员,但是这么多年的东运纳的采访还是没有任何进步,旅旅陷入冷场,或是很尴尬的境地。 在4乘以100米接力后,苏炳天进入了演播室接受采访,而原计划的室内主持人另有任务,田径跟对记者,东运纳,对苏炳天进行了采访,而这次采访苏炳天,展现了自己实话实说的风采。 东运纳的问题,真的是有些不着头脑,你进入场地后,先是摸了摸场地,然后比赛结束后又摸了摸,这么做的目的是不是对场的说,嗨,兄弟我来了,然后又黑谢谢你兄弟。 而苏炳天直接说不是啊,自己摸一下,是为了看看场地软硬程度,以便做好比赛调整。 之后东运纳问道,我知道你改变了自己的步频,步数更多了,但为何更快了呢? 这样的问题,我都不知道东运纳是怎么想的。 难道改变步频,调整比赛方法不是为了更快吗? 难道要改变方法,越跑越慢? 整个采访最精彩的问题,就是东运内问苏炳天白米颁奖理上领奖采访时,是不是致敬留详? 苏炳天直接回答,这个我真没想那么多,我就是单纯觉得这样好看一点,更尤其是一点,苏炳天在本届亚运会的100米前进比赛中,已久秒92夺得第一名,拿下金牌。 苏炳天刚比完赛,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冬日呢就上来采访苏炳天了,冬日呢在采访中多次提及到刘翔,采访人是苏炳天,对苏炳天没有做到最基本的尊重,苏炳天也是挺大气的。 这次苏炳天率领中国前进队,取得了男子自成为100米前进阶力赛季军。 冬日呢再次采访苏炳天,就一次提及到刘翔,根本就没有想过采访人的感受的,只考虑自己。 这样的采访提问显然水平不高,并且这次亚运会冬日那类人问题还是很多。 作为一名前进老记者,冬日呢已经参加了很多大赛,应该拥有更专业的知识,以及合理,有价值的采访。 但是冬日呢采访倒是一直未曾改变,你对冬日呢这次亚运采访打几分吗?